trainees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trainees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刚刚呢 先生的朋友呢 刚听我德文 这又看见我了 非得把这个大家的这个审美弄成疲劳 天天看我估计你们也腻了啊 看吧 这两天正在研究看看是不是能换 能换一批人马再播这个节目 看看能不能成形啊 今天的话呢 这个由于上课 咱们时间稍微晚一点 咱们就直接切除主题吧 前面这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什么 这个川普的媳妇 川普的闺女 咱们就都不谈了 这个直接不然老师呢就介绍一下盘面 好 今天呢 这个整个市场三大指数 都呈现了一个走高的状态 那我给今天总结下来的话就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早上呢 隔夜这个交通部部长赵小兰 他说川普将在今年晚些时间 公布一万亿的这个具体细节 然后这个把基建的问题 重新的就拉回到了观众的视野当中 原本说奥巴马一改要废除 现在下个周可能要重新选举 那么这两点是作为第一条 就是川普市场对于川普的这个政策 仍然抱有希望 这是第一条上涨 第二条上涨呢就是能源方面 还是今天能源方面油价涨得非常好 重新回到了50美元之上 那油价的一个走强主要是因为科威特说 要协同其他几家欧派克的公司 一起做一个减产的动作 接下来我们就将会看到 今天这个减产 明天伊朗说我不希望 俄罗斯又说我不配合等等的 我们会看到很多市场会因此而受到一个波动 J老师的意思是油价短线上看54美金 然后短线上他是看一个拉升的动作的 J老师去年看油价神准 我们看一下J老师今年的预测会怎么样 去年的话他直接从底部一路拿到高点 赚了很多很多钱 这个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动 今天就这么两个原因造成了一个上涨 那在纳斯达克就差 我算一下好像是12个点不到吧 就差一点点就是新高了 这个和我们昨天说的一样 说如果纳斯达克如果市场在走高的话 纳指很有可能创新高 但是道琼和标普创新高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那我们打开标普的图形来看 今天这个基础图形走的还挺不错的 我给这样子画一条支撑线 我仍然看下行通道 今天虽然涨得好 但是没有触碰到下行通道没有跌破 那如果这个跌破的话 明天涨上去看看很有可能会是一个上升旗形 倒有可能会看涨 所以如果真的看涨的话 我还是那个回到我的几天以前说的 就是买金融类的股票 所以今天的整个板块内也是金融板块 今天的金融就不错了 对金融板块做一个领涨的动作 但是我们就具体来看金融板块在这个地方的走势的时候 也是有这么一条阻力线可以画起来 然后阻力在这条阻力上沿边这个地方 现在也是一条均线的年后数 反正我还是说不太好 我先守着我自己的期权 就慢慢的再往下走 金融板块能源板块这两天不错 然后基建板块也是受到川普的影响 整个的material也有个大幅上涨 什么AKS X今天反弹都不错 CAT好像也不管调查不调查了 该涨还是涨 CAT危涨0.39 这个FCX今天涨得不错 它今天涨了4.6% 这个直接涨到了50天均线这个地方 我们关注一下50天线能不能向上突破 如果能突破的话还能继续往上看涨 那FCX除了被川普有一个带动的话 还有一个是他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了出口协议 进出口这个对公司也是一个利好的一个迹象 然后比较惨的今天就是Lululemon 昨天我们盘后跌的股票大跌 痛快 Lululemon呢 现在这个图形我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放一下周线图 放一个十年期的 这个周线怎么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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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 就这样吗 对 好 然后我现在是对数坐标 你看着习惯吗 我看着有点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下来还得调 把这个log给它调了 调了 然后再刷新一下 好的 这个是一个周线形态 这样子划过来 正好到了一条支撑 这个支撑呢 我看到在这个点位基本上是50块钱 所以说我今天想在50块钱的这个地方啊 去做一个BullPull Spread 就是看涨 因为它今天的IOA简直是大的吓人 结果我打开那个Option Chain 就到50块钱 我看下来做策略的话 没有了 没有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情况 就是再往下做策略的时候做不了 所以我很遗憾这张单子 这张单做不了 重新不让你做那次 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情况 这今天的IV呢很可惜 没有做到 那下个周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看吧 这个但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就是像类似于这种股票 在下一次业绩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策略 Lululemon的一个暴跌 今天也把耐克也给拉下来了 代表整个的这个服装零售行业 还是在有一定的承受的压力 剩下的今天没有什么重要新闻了 Jayson老师对于大盘是什么观点 大盘的话呢 我看大盘的30分钟 大盘的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30分钟 刷新一下 30分钟的话呢 这个时间有点长 咱们来一个短点的 一个月 对 这是 还是用SW方面 对对对 看一个月的吧 原来的话呢 看到60这个位置的话呢 有这个冲高预阻的动作 从低位反弹四折点 但是呢当这个位置上 均线系统开始有所短期和这个20天的和 和这是8天的吧 这个均线呢有所向上在打开空间的这种状态下的话呢 我就反手做多了 反手做多了 因为我看到这个至少我看到了一个上涨台阶出现了 上涨台阶出现了围绕着20周期均线30分钟的20周期均线 所以今天的话呢 在盘中直接就把这个SRTY平调 然后呢 接触的还是老股 YY和波禄这两仓 这个是标普 我刚才想放一张什么图形呢 反正又想不起来了 现在又想不起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对今天美元呢也是迎来了一个不错的向上反弹 我用这个就不太熟练 美元指数是这个 美元指数今天大幅度走 重新回到了100之上 那也让黄金呢在今天受到一个压力向下 美元指数我继续看向上的反弹 然后看这个下行的通道 这个歇行怎么样 今天向上的这个阻力在100.58 明天看一下要不要突破50日均线 然后阻力还是放在这个阻力上线边这个位置 所以黄金在短线上 我觉得仍然是有这个下降的一个空间的 我们看一下GLD 冲高之后 我感觉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双顶啊 在这个地方 对一个双顶的形态 然后走高回落 先看往下走吧 至少还有117点这个地方有一个支撑可以寻找到 所以黄金短线上我们关注一下下跌 今天有几位美联储主席讲话 还是比较鹰派说是今天加息抓紧点吧 然后连续性的提到缩减资产负债表 那上一次耶伦的讲话 说提的说我们开始讨论资产负债表了 但是没定说今年就要去缩减 让市场误以为它是很鸽派的 结果大幅度的向上拉升 当如果当资产负债表重新被提到日程上来的话 我相信市场还是会有一个受到惊吓下跌的一个动作 对 行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问题了 没有什么重磅型的热点消息了 对 行 那我们今天是这样 那行还是那句话 老生常谈这个CBDOIL TINESE CBDOIL上线 大家可以上网了解CBD产品 今天我们正式入住 注资了一家公司 对 我们是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最新的新闻 我们投资了一家做大麻服务 大麻服务类资讯类的一家公司 正式的做一个投资项目 我觉得挺不错的 先为我们带来一个比较丰厚的一个回报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对 也是我们在大麻的行业和CBD的方面 不仅仅是我们在网络上做什么销售的如何如何 我们可能会从产业链的角度上来说 把它整个的都逐步的展开 逐步的展开 所以说我们的所看的不是说咱们朋友咱们拿来试试 明天你花个10块20块买一盒如何如何 不会是这种形态的啊 不会是这种生存的形态 而是呢 在这个产业当中啊 从这个源头到最后的这个消费者 整个的是一个流程 全面的进行一个铺垫的这么一个过程 慢慢来吧 慢慢来 还是那句话啊 这个有需要了解这方面信息的朋友呢 可以加涡人老师的微信啊 涡人王2016进行这个深度的探讨 好吧 那咱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咱们今天的美股富豪呢就到这里啊 再见 谢谢大家 ChineseFN.com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